如果你是比較擔憂的投資朋友 可以等他漲回到這個180塊的價格 也就是大約這邊左右啊 可以選擇 進場 沒有關係 那如果他真的比180塊還要高啊 我時常在思考 什麼是健康的生活狀態 是每晚都有良好的睡眠品質 或是可以每餐 毫無忌憚的享受美食 亦或是每次都可以頭腦清晰的做決定 所有讓你生活更健康的產品都在 叢林健康世界 今天想要介紹的推薦個股是這一支 6271同心電 同心電子是一間半導體產業的公司 他的資本額只有16.1億元 是一間小資本額的公司 我們從他的月K線圖形來看啊 那去年2年的 年初3月份 4月份的時候有正式跌破5均線 那跌到年底12月份的時候有站回到5均線上面啊 那你們可以看到這邊的KD指標 去年的 10月份K指標19向下 11月份22向上 12月份24向上 那他的股價在 5均線上面走了 12月1月2月3月大約 4個月的時間啊 上個月4月份他又跌到5均線下面 那很多人會想說完蛋了他又跌破5均線 怎麼辦 是不是要出場 我跟各位投資朋友 說明 不需要太擔心 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啊 趕快去訂閱喔 第一個你們可以看到 去年9月10月份的低點在 166塊左右 那他的股價有停在這個綠色的 60均線上面啊 4月份的低點也是跌到169塊 也是在 60均線上面 那這邊的KD指標 有出現往下的 黃金交叉 也就是他的K指標現在是 31 比他的D指標還要低啊 但是他的K指標實在是 還蠻低的31啊 所以有在這條船 這台車上面的投資朋友啊 千萬不要出場啊 等一下從月營收EPS的角度會再解釋給各位聽 那這邊的 三大法人買賣超啊 最近4個月也是處於賣超的情況 所以法人把他們的價格賣了下來 這一點是無庸置疑的 中化健康生技利利文 多國專利原料克福爾泰 超過200種小分子生態 西班牙水分解膠原蛋白技術 保留蛋殼膜中多種靈活蛋白 支持身體順行 黃金比例 兩坪以上更優惠 班傑銘從林健康世界熱情推薦 我們來看一下6271同心店 他的公司體質好不好 本益比 才10.54 比10多一點點 很棒 那股價禁止比呢 才1.1啊 也是比1多一點點 這兩個指標都非常的棒 那你還會想要出脫他嗎 建議不要啊 那益餘分配率的部分呢過去5年發在 9層多 5層多6層多 150% 除了在一個發到150%以外啊 之前的 4年他的 益餘分配率最多只會發到9層多啊 那平均是在 6層左右 那過去 5年的年均殖利率發在 5.1% 1.7% 2.3% 4. 0.2% 5.1% 那除了這一兩年發的比較多以外啊 你們看到6到10年啊 他平均可以發在 4到6%之間 所以這一次同心店呢 也是可以當作我們純股的標的啊 只要平均有超過4到5% 都可以當作純股的標的 那綜合他的 本益比 股價禁止比 益餘分配率和年均殖利率的部分啊 我們 可以合理的推估 627號同心店 這是一間體質優良穩定經營的好公司啊 想要把各位 工作賺的辛苦錢 投資在股市上面呢 一定要投資這樣的 穩定經營的好公司 9乘9不會讓各位賠到錢的 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同心店他年度EPS的部分啊 那從過去10年的 EPS圖形可以看出來 他是呈現一個 晚盤的弧形 13年14年偏高 但是往後的幾年有稍微 減少 那之後的 20年21年呢又開始拉高啊 所以這樣子的EPS圖形的走法 他是屬於一個景氣循環股 所以未來他的EPS有沒有可能會往下降呢 是有機會的 但是 由於前面提到 他的盈餘分配率正常發 那 年均的殖利率 發在4到5% 這家同心店是一間 體質 優良穩定經營的好公司啊 所以即便他的EPS 開始有減少啊 各位也不需要太擔心啊 未來他的 EPS跟股價一定還會再拉升的 接下來看6271他的月營收的年增率 那去年 22年 12月底呢 比起前一個年度也就是21年 整體增加了1.52% 算是持平啊 但是今年的 1月份比起去年同月增減 也就是22年的1月份 少了15% 2月份少了10% 3月份少了22% 整體少了16.3% 所以從 去年的9月份開始呢 他的月營收的成長率出現了綠根啊 那8月份以前都是紅根的狀態 尤其是從19年的11月算到 去年的8月份左右 都是紅根的狀態 那接下來出現綠根啊 各位投資朋友需要太擔心嗎 我個人是覺得不用啊 那他的股價是從 2月份開始 連續低了3根 所以三大法人 決定離開的原因是不是因為他的 月營收開始出現了負成長啊 這一點大家可以稍微的思考一下 來看一下6271同心電 他本益比河流圖的狀況 那21年的3月4月份呢 他有 超過 本益比被出現 紅色的22倍 到了 5月份的時候呢有回測到綠色的 本益比被出現 14.8倍 那從 21年的5月份到 21年的11月份呢 他開始在綠色和紅色的本益比被出現 做來回 探測 那去年22年的 5月份6月份跌破了綠色的 本益比被出現 最低在10月份的時候他跌破了 紫色的本益比被出現 10倍 那剛剛提到 去年年底今年年初呢 也就是這一塊 他有漲回到藍色的本益比被出現的上面一點 最近就跌到了紫色的本益比被出現上面 所以我個人判斷啊 最近這幾周的低點 在紫色的本益比被出現10倍上面的這個低點啊 就是他的 下壓力區間啊 他要跌破這個160塊很困難 那這邊也是碰到剛剛提到的60均線的上面 所以這一些均線啊 這一些本益比被出現啊 都有他 存在的價值 請各位投資朋友記得要去參考這些均線 去做 進場出場的判斷 那剛剛有提到最近3個月的 月營收減少的關係啊 所以他的本益比河流圖的這個 被出現會往下走 那這一邊的這一段 他的平均的股價其實是走在 綠色和 橘色的本益比 倍出現之間啊 所以我個人會抓他的 現在這個時間點的 股價合理的 價格為280塊 那短期的目標投資價格呢 240塊 我個人是認為蠻 簡單可以達到的 240塊是在綠色的本益比倍出現14.8倍上面 也剛好是在 去年5月份的這個 波段區間 240塊 減掉昨天的成交價格 我算到170塊好了 所以170塊 所得到的目標投資報酬率有 41.1% 那我這個只有算到240塊喔 那他 達到280甚至達到320啊 只要他的月營收 有 持續的恢復的話 可能性很大 那為什麼我對他恢復有信心呢 因為 他是一間體質優良穩定經營的好公司啊 接下來我們看 同心電他日K線圖形的走法 那比起我之前介紹過的股票啊 他日K線的走法是相對的 比較亂了一點 沒關係我們慢慢的來解釋 那去年11月份 他突破了這個 紫色的120均價線啊 那到了 今年的4月份為止呢 他又回測到120均價線 那有跌破 那這一段是剛剛提到的 12月1月2月3月 他的股價在突破120均價線 有一個比較明顯的拉升啊 那4月份的時候 4月21號 跌一個比較 恐怖的8.29% 所以這邊有一個下跌跳空 那他要 填補回來呢可能需要花一點時間 沒有關係 那他現在股價 第一個他已經 突破了這個5均線啊 那第二個他現在碰到這個 淡紫色的10均線可能會有一點壓力啊 那這一點也沒關係 那我個人是在他的股價 正式突破了5均線這個時間點啊 我已經進場了 沒錯就在 4月28號也就是4月底的那一天呢 我進場佈局這一次同心電啊 那之後想要做同心電的投資朋友 可以等到他 突破了這個 淡紫色的10均線啊 或是他這個 藍色的20均線會漸漸往下走啊 那我們來用小畫家來表示啊 藍色的20均線會漸漸往下走 未來幾天會比這個180塊還要低 那等到他的股價 再次 漲回到藍色的20均線啊 甚至呢 漲回到這個跳空的點 180均線 如果你是比較擔憂的投資朋友啊 可以等他漲回到這個180塊的價格 也就是大約這邊左右啊 可以選擇 進場 沒有關係 那如果他真的比180塊還要高啊 甚至比這個紫色的120均線還要來的高啊 我就會建議 建議各位投資朋友不要進場追高啊 您最後可以選擇進場的價格只有在 180跟200塊之間的這個範圍 那如果您是愛好冒險呢 想要賺多一點啊 現在這個 時間點或是突破了 淡紫色的 10均線 可以選擇進場 沒有關係 如果喜歡我今天介紹的內容 請訂閱我的頻道 按讚 以及分享給你周遭有在投資的朋友 您的訂閱以及分享 是我持續創作影片 分享我投資經驗的原動力 還有不要忘記追蹤班傑明的 投資筆記臉書粉絲專頁 謝謝各位 拜拜